在面相学来说,在两枚之间的眉心,成为印堂,而今基者,只前额正中霸气线向下突一间,形成尖镯,像个鸡嘴,镯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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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镯 在金姬卓影堂,不是每个人都有,金姬卓影堂又名美人坚,住28岁前的运势,30岁左右会有变化,不一定是好的,而且坚持越大,影响越大,额头的坚坚,原来叫金姬卓影堂。 不少名堂美人坚主性格急躁冒进,多性格果决,波动较大,美人坚并不代表多么有优势的面向,如果八线低的人有美人坚,多主少年运低,暗主越南城,多命运坎坷,一般在十五六岁不很顺利,随年纪见长会有所成就,美人坚一架不一曲。 常有美人坚的男人有客气可能,年少偷生社会有这种额上的人格性特别值得,且学业大多不如意,早早偷生社会,少年走忙忙,多会奔波劳动,离乡别景,或移民,或继续,或远出门,或导绰学务工,父母缘分薄弱,缺乏家庭照顾,或继承事实孤儿,或名义伤孤儿,额头的尖尖, 原来叫金鸡卓尹堂,不少名堂父子常年不见有人,男友美人坚,与父定无缘,男士若得此儿子与父亲较少见面,可能父亲早是或父母离异与母同住,亦有机会是自己在外国读书,或父亲经常出外公干,父子常年不见,令,有客气之前,女士早交男友女士若有美人坚,则代表早交男友,日后一多喜欢教年长大, 男性,加上发脚凌乱者,容易堕落崩尘,留意长的是否太大或太明显,如果太明显,就要考虑消掉一部分,再保留自己特色之余,失望夫的气场增加,运势为了好转的美人间女人也不用担心,你们运势会越来越好,随着年龄增长,你的幸福也会不断增加, 你和你的丈夫,一定会过上理想的生活,不过,值得注意的是,美人间女人由于与父母缘分较薄,在成长过程中沟通较少,久而久之形成比较反叹的性格,拥有美人间的人物主见,亦受他人影响,建议结交善良温和的朋友,因年少时在焦虑和不安装成长, 美人间女人的内心,非常希望组进一个幸福的家庭,但又怕自己结婚,出现经验中的不和谐,对婚姻存在着又爱又怕的矛盾心理,多表现为恐婚症,同时,他们大都有恋父情结,不容易进入一段感情,但是一旦进入,就很难舍弃,所以,一定程度上用美人间妻子三十岁以后的丈夫是幸福的, 因为他不仅拥有美丽,还拥有不易溜走的越来越好的运气,八字算卦,首相面相,风水命理,洋寨不渠,合荷泽急,运势化解释菲利心,739464006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身诞・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łem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